大家好,今天呢,我来给大家讲一讲如何利用这个很高线的地形图 来寻找结构,结合使用那个碳鱼器来找到鱼群 到了秋天以后,这个梭炉呢,它都游向了深水区了 它这个典型的结构呢,就是在底部有岩石的有沙石的结构,紧淋着深水 任何一层结构啊,包括这个延伸的水下的尖点啊,不规则的断层啊 或者小的岩石堆啊,都会有一些缩路 其实我最喜欢的这个结构类型呢,是一个被深水包围着的水下的一种突起 或者叫水中的一个小岛 这个一段时间呢,这个水深应该在10米到12米的范围之内啊,这个锁炉出现的会多一点 找到这样的结构以后,例如碳鱼器的这个传统的声纳模式就可以找到这样的鱼 它在一般都在底层去活动,发现有鱼在那活动了,把船停到这个位置 就可以利用jigging的方法,就是揍钓的一种方法,来去剁钓 发现有鱼料之后呢,快速的把CenterFull夹着蚯蚓或者夹软耳,快速的沉到水底 碰住岩石或者碰住沙石,摇起来吸引鱼的注意 你看现在啊,这个鱼呢,现在慢慢的上去 上去呢,它要跟那个我们的甲耳啊,跟我们的牵头钩啊 咬在一块,现在咬口了,被踢上去了 这是个慢镜头,大家再看一遍,慢镜头 来了,来了,来了,这就叫白了,这是一个鱼的 jsdr ee Bh 好了,现在我们总结一下 首先我们利用这个水底的地形图啊,来找到这个这几种结构 嗯,然后呢,在这结构附近 第二步,在这结构附近,利用碳鱼器 来发现鱼的踪迹 第三步呢 利用这个我们的钓法 这种激进的一种钓法 沉到水里 轻轻地斗掉 这样呢 吃鱼上钩 欢迎大家订阅 给予鼓励和支持 谢谢大家